卷 太卷了 泡菜国人为了应对高考 全国上下已经卷成了麻花 学生睡得越来越少 大学却越来越难考 可我本期你大概能理解 国家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了 在泡菜国 大部分的高中生晚上9点下课 但下课并不意味着就能回家 他们还要去补习班 学习到晚上11点 要不是泡菜国有规定 补习宵禁时间11点 补习到凌晨呢 也是有可能的 即使是到了11点不回家休息的人 大有人在 他们会继续去自习室学到凌晨 现在我们流行起来的网红付费自习室 实打实的是起源于泡菜国 也许他们也知道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 否则真可以身移了 在这样高强度的学习下 普通高中生的睡眠时间 只有5个多小时 说实话 这比996 007的社畜还要惨 泡菜国考前的试诗大会 会有很多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 前来不光敲锣打鼓 还会在考场前行跪拜大礼 挥动手臂高喊 高考顺利 永不复读 之所以这么磨着 正说明高考对于深深学子来说 付出的太多了 失败似乎意味着万劫不复 泡菜国高考时间是在每年的11月份左右 具体科目的考试时间 与十几年前的备战过程一样紧张 中国一天两科算得上松弛有度 泡菜国是一天考完全部5科 中午吃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高考结束也无法放松 次年的1月到2月 还要参加各所大学自主命题的复试 只有通过了才会被录取 泡菜国的高考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源于无论怎么努力 每年只有2%的幸运儿 有机会进入顶尖大学 这三座大学 就是泡菜国的SKY天空之城 分别是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 严氏大学的缩写 这样拼命消尖的脑袋 是因为泡菜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 有55%无法实现就业 也就进入到低产出的精益求精 俗成了一卷 惨 太惨了 在泡菜国 每个小孩自踏入小学之后 就走向了补习之路 一切都在为高考做准备 泡菜国有一座现实的天空之城 居住着泡菜国上层阶级 把握泡菜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高考成为居民从底部走向天空的不二选择 泡菜国国会90%的议员 都是SKY3所高校的校友 泡菜国前10名的大企业 创造了泡菜国75%的GDP 但是只能解决3%的就业人口 尤其是三星一家 企业独大 几乎是占据了泡菜国全部行业 他们的入职考试 号称泡菜国小高考 每年报考人数超10万 录取名额是4000左右 还有一个考试 令泡菜国人追捧 那就是公务员考试 看韩剧我们都知道 检察官在泡菜国有多么拉风 每年报考人数26万 在泡菜国 公务员不仅很稳定 还有良好的福利和退休保障 这种风潮甚至波及到了高中生 有一部分高中生不选择考大学 选择直接报考公务员 那为什么追捧这两种就业途径呢 泡菜国大学教育十分普及 大学生占比达到了70%到80% 虽然每年都有50万的毕业生 但同时只有50%的毕业生可以就业 也就是说 刚毕业社会上就已经有了百万体量的 往届毕业生等着抢饭碗 大财团大企业垄断了泡菜国 中小企业和创业几乎没有出路 后果显而易见 普通人拼命干活 一个人做五个人的工作 四个人就会失业 击掉了就业率 引发社会恐慌 工作需要更努力 失业的人也就更多 孩子们也就更需要好好学习 不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及失业 等所有人都有硕士学历 相当于没有硕士学位 于是再去读博士 泡菜国在调整教育这方面做出过众多努力 也曾强行关闭补习班 最后才发现 连为孩子争取睡觉时间 调整补习的时间都难以做到 每一次调整 反而加剧了教育内卷 可悲 太可悲了 从泡菜国高考可以溃探其低生育率的原因 2018年泡菜国总生育率跌到了0.9 是全世界首个跌破1的国家 去年1.1已经连续两年全球最低 说实话 很多战乱国家也没有这么低 在泡菜国存在一个教育贫困生的词汇 指的是部分家庭为了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 濒临破产 他们每个月需要在补习班上的花费 超过了100万韩元 这只是普通补习班的费用 如果想一对一 想要明示之道 价格不止翻一倍 稍微富足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调查显示 他们的教育支出是普通民众的4倍以上 泡菜国人口5200万人左右 有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 市场规模达到了330万亿韩元 这超过泡菜国均非预算的一半 哪怕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泡菜国70%的补习班照常营业 可见 其根基几乎无法动摇 那么 用低生育率对抗内卷成为民众的唯一出路 这已经是死循环了 他们没有破破沉舟的决心 没有收起刀落的能力 是逃离不了这个漩涡的 所以泡菜国儿童幸福指数 全球倒数第一 出生率倒数第一 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 队长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思路 大家听您是否可行了 我们迟早要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们劳动力成本要提高 工作时间缩短 我们才会在下班以后 有时间有闲钱去消费 去郊区游玩 反过来才会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 而我们的孩子 接受更公平点的教育 无论硕士还是职高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也不算白日做梦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国家蓝领 也不代表低收入 这正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这一代步行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 所以打破规律 就从不接受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开始下班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